最近有什麼韓劇推出? 當然我會說Mouse,但待會再說 現在上架的幾套韓劇,我有看過 有幾套都可以 例如我上幾個禮拜說過一套叫大發不動產 這套就棄了,一般,看了六集頂不上 說張娜娜和張容和,總之經營一間公司 就是去一些鬼屋捉了鬼,然後再放售那間物業 套路有點像,去到六、七集 你突然離離都是這樣,沒什麼動力追下去 還有另一套,也有追的,叫做模範計程車 這套是不錯的,它是講復仇的 有一間的士公司,整個隊伍 有不同的分配和配合 就是怎樣去幫受害者復仇 看到現在可能是十一、十二集了 它是看單元故事的 最初的單元故事的模式有點像 當體美劇一樣,每集單元故事 就是看那群主角怎樣去做潛入 即是打低他們要打低的仇人 很爽 還有一套叫做《臥底2021》 這套是慈真慶做男主角的 我改編至2015年的英劇作品 叫做《Undercover》 英劇那套我都沒有看 你有興趣可以看看 其實《臥底2021》 它是講一對三十年來的夫婦 生了一對兒子、一對女兒 但其實老公的身份是假的 揭回幾十年前的革命運動 原來男主角是一個警察的臥底 如何結識了女主角 最後放棄了她自己的身份 和她生兒育女 但那幾十年後 她的舊帳又要被牽起 被她以前的機構 說你要阻止你老婆做什麼 她如何抉擇 至今會有點慢熱 但是架構上還可以 《臥底2021》 她會有些時間線插序 說回幾十年前 她會有一批年輕版的男女主角 和一個現在版的男女主角 兩條時間線互相穿插 我看得下手 還有一套叫做 某一天滅亡走進我家內 男主角是除人國 女主角是… 也有名的 我永遠做節目都忘記找資料 不好意思 某一天滅亡走進我家內 這個故事 有些人說有點像鬼怪 還有… 抄來自猩猩的你 我自己覺得是相似的 這是認真地相似的 故事上沒有什麼新意 還有她是很典型玩 但韓劇會避免那種男女方程式 全部都抄足 如果你… 本身是韓劇的迷妹 你應該可以的 但如果你純粹想找一套正常的劇 這套會有少許離 她說某一天滅亡走進我家內 滅亡是男主角的名字 類似是天神的物體 但她是滅亡 總之跟摧毀、毀滅有關的東西 都關於她的事 有一天她遇上女主角 女主角快要死了 她就許了個願 我希望全世界都滅亡 引起了這個男主角滅亡的注意 那些法律我其實不太看得明白 總之就是男主角跟她有個契約 不知又要喜歡她 不知又不喜歡她 我不太看得明白 但總之她就是玩那種 男女主角好像韓劇那種 如果你是那些普通迷妹 是看得下手的 因為那些男女主角都漂亮 又是做了一些 很典型的內子聲聲的你表情 雖然我不喜歡《來自聲聲的你》 但如果你很喜歡那種韓劇 那種Melo Drama 那種Service 這套是可以的 然後再最後 當然要講Mouse規探 Mouse 厲害了 我為了這套劇 中了劇讀 中了三個四個星期左右 她入了我 入了我 入了我韓劇十大 人生中的韓劇十大 是必看的作品 話說我開了賭盤 究竟韓劇Mouse 最後的結局會不會爛尾 因為很多人都會關心這個問題 因為這套劇 在播的時候 已經說是神劇 是真心的神劇 扭曲、玩曲、緊張度、緊湊度 全部都是神劇 所以你看到後段 你擔心會不會爛尾 而我們的結果 我們有103個人投票 有53%的人認為是會爛尾 而覺得好尾的 會有47% 我已經說過了 評分標準 是以我去計算 我看完第20集 我給了85分 各位好味 各位